十个月前的今天 是我刚刚从国内回来的日子 如果那个时候你跟我说 你要学会感恩 学会控制情绪 并且脚踏实地地做事情 我会很不耐烦地跟你说 大道理谁他妈都知道 怎么做才是问题吧 而现在的我会说 相比于知道怎么做 我更希望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要感恩 为什么要控制情绪 为什么要脚踏实地地做事情 我的家人用尽他们所有的一切 尽可能地为我铺平人生的道路 希望我可以少犯错 少摔跤 而在过去的很多年 我都默默地把我内心的野心压了下来 因为我被照顾得太好 我不会去主动争取机会 我也懒得为自己负责 再后来 当我慢慢意识到 我也可以拥有选择权的时候 我开始拒绝他们的关心 向他们表明 我希望探索其他领域的心态 而这个时候 保护了我很多很多年的家人 听到我不想走 一帆风顺的人生 而是选择一条他们不了解 也觉得不稳定的道路 突然慌了神 愣头亲的我 却安自得意 说道 哼 我终于有你们控制不了的事情了 而当时我没有学到的三件事 第一件 是学会感恩 第二件 是学会情感上的臭力 而第三件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就是脚踏实地 回到我们开头的那句话 为什么 我们要做这些 我应该学会感恩 因为我不想永远带着批判 和对立的态度 去对待自己和他人 这个世界很神奇 我们能给出什么样的能量 我们也会得到什么样的能量 我应该学会从坏情绪抽胜的能力 因为 乔丹的训练是Tim Grover 在他的书中提到过 坏情绪无法让你赢得一场比赛 而冷静 可以 在朋友家人向我倾诉痛苦的时候 以前的我会默默承受这些情绪 甚至把我自己也带入他们的情绪中 可想而知 这样对我自己带来了多少无谓的压力 而在我自己被坏情绪和压力干扰的时候 我会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这些负面的能量 而负能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然后我会崩溃 我会不知道怎么办 我会歇死地理 学会从负能量抽身 我只学习了一件事情 就是不遗余力地爱自己 当我不遗余力地爱自己的时候 我会放下无用的指责 在遇到瓶颈期的时候放弃 小时候在练球的时候 我因为不会团队合作 不会去深入了解市场 并且学习沟通 而跟自己说 我做不到 这一行不好玩 我还是想回学校读书 现在看看 这三件事情都像是俄罗斯套娃一样 一环套一环 套成了一个死循环 脚踏实地的前提 是明确目标 而后才是一个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 而在达到量的突破的过程中 怎么可能没有失败 学会面对失败 才能够学会面对成功 如果因为失败就放弃 那爱迪生也做不出的很好 科比成就不了曼巴精神 马斯克也成就不了特斯拉